你在找工作吗 安心上工方案 让政府帮助你 纾困补助让您安心及时上工 每月最高12800元 最长可工作6个月 训练津贴让您充电再出发 每月最高可领到19200元 实业了也不用担心子女的学费 每名补助4000元到24000元 纾困4.0 政府助您渡难关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希望一开始呢 又先等你来看 全基隆市国小及幼儿园救治员 已经陆续完成接种疫苗 国中及高中救治员 则从今天起开始施打疫苗 另外全市补习班人员 也在昨天快筛后 今天进行疫苗施打 还有居家保姆 也纳入下一波的疫苗施打对象 基隆市长林又昌表示 基隆市脱婴服务 在三级警戒期间就从未间断 至于国小及幼儿园教职员 日前已陆续完成疫苗接种 国高中方面也安排 7月26号起开始施打疫苗 搭配体温热显仪等防疫设施 希望以五重防护力来守护学生 针对国小还有国中的学童 也有五重的防护力的一个做法 首先也是我们的国小国中的老师 也已经启动全面性的接种 我们的国小老师 已经有1611人完成这个接种 另外国中的老师有1339人 这个在7月26号到7月30号进行施打 总计是2950人 此外我们补助各校 购买这个体温热显仪56台 让小朋友在进入学校的时候 就可以及时的量测体温 来监控健康的一个状况 进到学校之后要进到班级 我们补助在每一班教室的门口 来购买这个量测体温 以及手部的消毒机 894台 那进入班级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手部的一个消毒 产生第二层 第二道关卡的一个 这个防护的一个关卡 那另外就是同样的补助 我们各校所有的学生 每一个同学都有用餐的一个隔板 所以我们采购了3万片的用餐隔板 那都已经到位 随时都可以使用 最后一样 也是我们采购了894台的 紫外线的消毒灯 杀菌灯 每班每日上完课之后进行消毒 所以我们从脱婴到脱幼到国小到国中 那为小朋友要回到学校 回到上课的一个空间 或者是安脱的一个空间 来进行完整的一个配套规划 针对补习班部分 金融市长牛昌表示 7月25号对全市955位补习班教职员进行快篩 7月26号起再进行疫苗施打 包括居家保姆等也列入下一波疫苗施打对象 需要让家长更加安心 第一个是我们金融市的补教业者 那是在7月26号跟7月30号 总共有955人我们会安排来接种 此外是从8月3号到8月6号 我们针对视障还有声障的服务者 总共有153人进行接种 会针对居家的保姆的部分 还没有接种的 有223人来接续的为他们来施打疫苗 另外我们会针对成功路桥 还有华山街周边的这些流动摊犯 总共有362人 我们会针对这些流动摊犯来进行疫苗的接种 目的就是希望除了我们一年营成 还有预约施打的部分 那这些都是之前已经完成造册 我们现在依次来施打 然后能够把整个社会的疫苗的一个覆盖率 还有社会的这个防疫网 把它建构得更为完整 另外金融市社区市长照机构 从7月27号起全面开放 但会持续要求各机构加强健康管理 及环境倾销 建立分仓分流机制 确实维护著名健康 紧接着带你来看亭业 两个月的金融庙口与爱四路夜市 也决定如期在明天恢复营业 金融庙口管委会主委表示 除了配合指引内用采隔板及梅花座外 摊商们也决定维持两兆一套的措施 用高规格防疫来迎接游客 我们其实我们都准备好 就是等候通知啊 对啊 隔板的方式梅花座方式可以来 那男士可以接受 这样我们可以吗 我们都可以接受 历经百年来休业最久的时间后 金融庙口摊商都迫不及待想要恢复营业 在中央CDC确定7月27号全国降为第二级后 金融市政府宣布开放餐饮内用 全国知名的金融庙口与爱四路夜市也将如期复业 摊商代表表示 除了依照防疫指引内用采隔板及梅花座外 更决定继续维持两兆一套的高规格防疫做法 同时会进行人潮总数管控 采用两兆一套用隔板梅花座 它的总量管制就这样 反正就配合二级级续这样来做 有没有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做法 可能还得晒厘 以前没有两兆一套 现在要两兆一套 以前只要口罩就好了 现在要多一兆一套 当然是有差 然后我会买QR code给人家扫描 我说历史广播说 我目前能有 其实是怎样 如果说太多的话太空气 就请他们来 会担心说因为降旗解封 然后一堆人这样跑过来突然间人潮变很多 应该不会 目前这种疫情大家都已经关那么久 都关park知道这个严重性 假如说一个来 这么确诊的话那我们完蛋 整个再封起来我们也在怕 除了避免人潮过于密集 金融庙口暂时不开放中间摆摊外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创全国之先 提出庙口夜市加强版十大指引 第一个 所有的摊商都要双照一套 也就是口罩面罩加手套 第二个 所有的摊位店家都需在明显的地方 挂上十连制的QR Code 那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民众 在结账之前 要出示简讯给摊商确认 也就是我们夜市的摊位跟店家 全面实施十连制 第三 喷煮要有遮照 饮食区摊位的喷煮区呢 跟用餐区要用隔板来区隔 热食的话需有遮照 并禁止消费者扑手去触碰熟食 第四 用餐区要有隔板或者是梅花座 那桌跟桌之间要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 第五桌椅勤清销 消费者在用完餐之后呢 业者要立即以消毒药水或者是酒精来进行清洁 才能够接待下一组的客人 第六 来到夜市要全程戴口罩 除了定点的饮食区之外呢 全程一定要把口罩戴好 第七 全面禁止边走边吃 还有边喝 第八 严禁脱罩抽烟 第九 我们在路中是禁止涉滩 那维持整个夜市人流动线的一个盛唱 第十我们也呼吁跟鼓励 民众跟消费者要自带环保的一个餐具 跟随身杯 至于各市场部分 牛厂表示包括卡玛丁渔市 摊商能决定维持两兆一套 不过医生分证尾数进行分流的管制措施将取消 卡玛丁的渔市 不管是摊商还是来采买的民众 一律仍然维持双兆一套的一个规定 另外当然量体温跟食言制还是会继续进行 第二有关于市场跟夜市的部分 摊商还是需要维持双兆一套的一个措施 民众的话采取食言制 开放饮食的部分依照中央指引来进行 需要梅花座以及隔板 另外夜市跟市场呢 我们会取消身份证分流的措施 记者张旗潭金融报道 而在风景区开放的部分 基隆与每日登岛的人数上限是960人 船只载客80% 不过如果全船的旅客接种疫苗满14天以上就可以满载 另外除了大五轮沙滩持续封闭外 北关处与金融市管理的风景区及观光据点都重新开放 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也恢复营运了 夏天金融最受欢迎的金融与登岛活动受到台风影响延到7月26号开放 而在中央CDC宣布7月27全国降级后 金融市长牛昌也宣布金融与每日登岛人数上限960人 船只载客数则降载至80% 不过如果全船乘客接种疫苗都满14天以上就可以满载 现在本来是定说是7成 那现在降为二几之后 我们在这个阶段先把它提升到8成左右 提升到8成 那所以登岛的一个总数 我们是降载是8成 上限是960人 那每艘船只的一个载客 我们原本是降载到7成 那现在调整为降载到8成 但如果预约登岛的这些游客跟民众 他是全船的一个游客 他都已经施打完第一剂的COVID-19的疫苗 并且满14天以上的话 就不受每船 船只的载客陈述的一个限制 也就是他可以满载 打完疫苗而且已经超过14天 那那一艘船的乘客他可以满载 至于风景区开放部分 除了道轮沙滩持续关闭外 基隆市与北关处管辖的风景区 及观景点都重新开放 本市的相关的风景区 还有观光据点 包括北关处所管理的 河滨岛公园 秦南湖公园 外幕山 湖海湾 景水澳 以及本市管理的暖冬峡谷 台湾瀑布 淡然古道 海星步道 秦南湖步道 以及道人步道等区域 我们还是会跟北关处 共同加强巡查的一个动作 另外是旅客服务的部分 我们会开放东西两岸的 旅游服务中心的营运 并且也会恢复走动式的观光旅游服务 另外台湾好行滨海骑机线也恢复营运 巴勒子游港开放垂钓 至于合法旅游业者 在餐饮区部分 采隔板及梅花座等防疫措施后 也开放饮食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有百年历史被列为全国十二大地方 庆典之一的基隆中原季 决定如期举办 不过主办单位将采取加强版的防疫措施 限制科宜进场的人数 还有落实实联制 至于放水灯花车游行 皆确定没有表演 不下车 不封街等 希望在避免群聚的前提下 顺利完成这项百年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 这项传承百年的传统文化活动 基隆中原季 每年总是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下 即使中央降为第二级 主办单位仍决定采取加强版防疫措施 也就是科宜造成 不过限制民众进场 以及落实实联制等 其中重头戏 放水灯花车游行 将采取没表演 不下车 不封街等方式 以减少群聚机会 那我们以传承为主 科宜造成 但我们会减少民众的参与的人数 以及拉大兼聚为一个原则 在各项科宜的部分 我们不开放民众入场 除外在放水灯的活动 我们不徒步游行 也不进行表演 也不封街管制 有下面几点措施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我们所有的一个作为 会以二级警戒加强管制 这样一个措施跟标准来进行 第二个我们还是会落实 食联制量体温 然后酒精消毒 并且会妥视地规划 民众进出的一个动线 而且要全程佩戴口罩 第三是禁止饮食 第四我们已经跟各中清会 对大家经过讨论 这个各中清会参与的一个人员 会先擅置名册 并且由文化局来自发识别证 那没有佩戴识别证的人呢 一律禁止进到科宜的场所 迎斗登 我们会以车队的一个游行为主 那没有徒步的人员 并且依照中清会的一个共识 今年各姓氏的斗登 除了祖朴姓之外 不安奉 不进入这个清安宫来进行安奉 另外对于普渡击败 金融市这种方面也提出防疫指引 包括室内及户外的间隔距离 击败不辞相等 今年各里办公处 不主动举办普渡 由里民家户 在家准备贡品来自行办理 第二有关于社区接锅或者包括工业区 机关以及团体所举办的联合普渡 在科宜祭拜的部分 需要指定负责人或者主祭者一人 那由主祭者或者是这个指定的负责人 来进行这个主祭跟祭拜的这个仪式跟动作 那民众参与的部分呢 需造册并且依中央防疫的一个指引 在户外的话间隔一公尺 室内的话间隔1.5公尺 那民众的祭拜呢 以徒手不辞相的方式来进行 那有关于占卜共评的一个处置方面 如果是有主办单位的话 我们鼓励采取事先登记的一个方式 那统一购置集中摆放 那祭拜之后呢 共品鼓励由主办单位 以防疫的一个指引来分流发送 或者也非常鼓励来赠送给我们 这些比较弱势等等的一些公益团体 基隆市政府与中庆会方面期盼 透过加强版防疫措施 让这项被列为全国12大地方庆典的 基隆百年传统文化活动 能够不受疫情影响顺利传承下去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索困4.0 政府助你渡南关 金融市索困再加码 房业旅馆员工每月3000元 市民入住 每人每晚补助500元 最多7000元 市友房地出租店铺 租金减免 租金还可以延期缴闹 另外公有零售市场摊位 租金全免 暂停营业期间 还免收摊位使用费哦 金融市民书款咨询专线 24224897 第四届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推出摄影玩家组 你的手机 有与基隆相关的照片 都可以上传官网报名参加 网友按赞最多前50名作品 将获得奖金 及神秘礼品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美丽基隆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众 民众外出 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嗅味觉 异常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 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 基隆是一座进步 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万6千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查活动官网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员林敏勋带领的 暖暖最佣新食物银行 结合基隆无级御胜宫 和精致蔬食餐厅群咸格 一起做善事 发送出五千个精致蔬食便当 力挺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 并帮助弱势民众 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机动市议员林敏勋和机动无级御胜宫 关爱服务团队蒋小慧王培宇 和群衔格业者 也是地内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黄辉 一起发送精致蔬食爱心便当 给弱势民众 拿到的民众又开心又感谢 谢谢 好 这里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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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从五月中旬爆发到现在 机动市议员林敏勋带领的 暖暖罪用新食物银行 结合机动无级御胜宫 和精致蔬食餐厅群咸格 一起做善事 总共已经发出五千个精致蔬食便当 力挺第一线的医护 警察 消防 卫生所 以及区工所等在各个角落 辛苦工作的防疫工作人员 并且帮助更多的弱势民众 希望在疫情下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那我们准备了超过五千颗便当 然后就是送到这些有需要帮忙的朋友 或是说我们一线的这些防疫的工作人员的手上 那希望说可以用这个暖暖的便当 温暖他们的心 温暖他们的胃 为他们加油打气 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还有在台北车站 都有送给台北车站附近的周边的这些街友 那希望说可以大家一起加油 那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好朋友一起共襄盛举 尤其那个吉隆五级玉胜工 那这些年轻的那个志工 其实看了也很感动 他们都都是就是很早就来帮忙 来餐厅帮忙 然后也帮忙集资一些资源 所以也很感谢他 微解封之后 然后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街友 还有弱势团体 他们的生活比较困苦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结合我们的蔬食料理餐厅 这个蔬食料理餐厅 还有我们的三星大德的募捐 然后一起来广发这份爱情 然后来帮助这些街友 还有那个弱势家庭这样子 幸好疫情逐渐趋缓 不过市议员李敏勋强调 爱心服务不会中断 将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宣布防疫降级后 转化回归到暖暖最用心爱心食物银行 继续服务弱势边缘民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金融市议员张炳君 制证了300多杯的珍珠奶茶等手摇影 给基隆厂跟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的辛劳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徘徊 已经变成一场长期的抗疫战争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制证300杯左右 基隆常跟医护人员 最爱的珍珠奶茶等手摇影 给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在第一线 守护民众健康的辛苦 炳君特别来去跟我们医护人员 来去讨论 到底什么样的午餐 这些是他们真的喜欢吃的 那经过他们的投票之后 决定的就是珍奶 就是在这个高压的工作环境下 下班的时候 可以吃一个冰冰凉凉的珍奶 又可以补充体力 吃饱体力之后 可以立即来去做防疫的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买了 将近300杯的饮料 特别来帮他们加油打气 为什么长庚医护人员 最爱珍珠奶茶等手摇影呢 在场有护理师表示 因为医护经常忙着照顾病人 耽搁吃饭时间 因此珍奶等手摇影 可以暂时快速止饥饿 并且疏解压力 因此收到爱心手摇影的 基隆长庚医院 也非常感谢张炳君议员的贴心 市议员张炳君表示 虽然疫情趋缓 不过医护人员仍然得随时保持警戒 因此特地送上医护人员 最爱的冰凉手摇影珍奶 为他们加油打气 也会继续争取医护人员的福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还有基隆一间咖啡店业者 有感于从小受到 基隆医院医护人员的照顾 特别号召朋友 手作100份防疫三明治和饼干饮品 送到部立基隆医院 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推着推车来到基隆医院 纸箱里装满手作的三明治 及咖啡茶饮 100份的餐点 要替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不管是平常还是防疫期前 其实都特别感谢他 所以说谢谢当咖啡店 咖啡店就开在距离 医院不到100公尺的巷弄内 5月中旬是营运 每两天就遇上了三级警戒 禁止客人内用 虽然生意受到影响 但业者有感于从小和姐姐 受到医院照顾 疫情期间 医护人员的辛劳 特别找来好友 一起做营养三明治 慰绕辛苦的医护 从5月中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市营运开幕 然后刚好遇到疫情的关系 然后我们想捐是因为 姐姐她其实有 那个异味性皮肤炎严重 从小就这样 然后是受到医院很多的关照 然后有提供很多的方式 让她舒缓 所以她近几年 她过敏 其实指数都有降下来 然后像我的话 是有患一些 妇女的疾病 像多长一板巢 跟内分泌失调这些 那也是经过 医院的治疗都有好处 疫情当中想到我们 金融医院的全体 那真的很谢谢你们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炎热的这个午后 让我们可以提振精神 尽管疫情冲击到餐饮业 但许多店家 仍然愿意自掏腰包受暖 因为守护医护 就是守护疫情 如同卡片的字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做好防疫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 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 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